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Jedic 我来自柔佛星山 是星光大师 今天 冷吗? 冷的话要怎样? 要被燃烧一下 对不对? 所以刚才一开场 我们就听了非常好的会员分享 所以的话 接下来这个课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是什么? Auto Sales Master 大家知道 Sales Master 是什么 对不对? 知道吗? 好像不是很清楚 不过不用紧 这是我工作的 我会给你知道 但是为什么要在 Sales Master 之前 再加一个 Auto 呢? 对 Auto 的意思就代表什么? 代表不用看 自动就会有 所以的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 也是当初 为什么我会加入爱多美 会认真经营这个事业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实大家 如果有听过我分享的人 应该都知道 我是在爱多美还没有开始之前 就有接触到爱多美 之前 我已经做过非常多的行业 包括 Sales 行业 保险 传销 等等的行业 但是为什么 我告诉人家 我不要再做 Sales 了 但是爱多美又可以吸引到我 再加入进来 也看到很多跟我有一样想法的人 都加入进来 最主要就是 因为爱多美跟一般上的传销 它不一样 这之所以不一样在哪里呢? 就是它可以帮我们创造一个收入 这个收入叫做 被动式收入 对不对? Passive income 所以的话呢 爱多美怎样帮我们创造被动式收入呢? 所以今天这个课题就非常重要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先 survey 一下 有谁是第一次来参与成功学院 第一次听我们的分享的吗? 举手看一下 蛮多 大部分都是 OK 好 这样已经是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老伙伴了 这样新来的朋友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爱多美 其实爱多美这个生意呢 它真的是一个生意 很多人看不明白 或者是不是很清楚 到底爱多美是怎样的一个生意 有没有 当你去分享的时候 很多人跟你讲一句话 爱多美哪里可以做 爱多美是做什么的? 不是卖牙膏牙刷咯 对不对? 重点是卖人家牙膏牙刷还没有钱赚咯 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啊? 这种就是没有看懂爱多美的人 对不对? 什么叫做看懂爱多美的人? 看懂爱多美的人就是前面做著的很多领袖 为什么我这样讲? 看不懂的人讲爱多美 没有得赚钱 再卖牙膏牙刷 看得懂的爱多美的人 一年年薪百万 对吗? 这个就是差别咯 所以今天不管我们看懂了还是没有看懂 这样我的工作就是让你看懂了 OK? 给我一个掌声先 我们讲自动型销售大师 在爱多美呢 当你做到自动型销售大师 你就已经是一个完美的成功者 在爱多美我们看到非常多的领袖 从自动型销售大师开始有到钻石到玫瑰到星光到柔热到最后的 Imperial Master 每个人都想要成为 什么? Imperial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Imperial Master做的东西 跟自动型销售做的东西是一样的 只是看谁做比较久罢了 OK? 谁做比较多罢了 所以如果想要在爱多美成功呢 今天这个课题呢 怎样成为自动型销售 如果你掌握上来了过后 你真正去实践 它就可以让你在爱多美已经成功超过一半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 这样自动型销售大师 要讲 当我们做到自动型销售大师 他会给我们什么东西? OK 在爱多美呢 做到自动型销售大师呢 你平均的月收入大概是七千块马币到十五千 OK? 七千到十五千 重点是这七千到十五千 我拿中间讲一万就好了 一万块马币的收入每个月 重点它是自动来 每个月来 这样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这种行情 如果我们要做一门生意 要在一段时间过后 我们举例子一年就好 要在一年过后 让你每个月自动扣掉租金 扣掉工人 扣掉水电 每个月赚一万 请问要花多久的时间 扣掉这个生意 你觉得? 要不要超过一年? 一年过后还不一定会赚钱 对吗? OK 这样如果要扣掉这个 让你每个月赚一万的生意 你需要花多少本钱? 要不要超过十万? 最少都要十万嘛 对吗? 所以的话 今天爱多美 它可以让你不用花任何本钱 只要你要罢了 你就有机会 让你自己每个月赚超过一万 所以的话呢 这样我们要了解一下 怎样成为销售大师先 OK 在爱多美如果你要成为销售大师呢 以你为中心 我们只有两个组织 一个叫 左边的组织 一个叫 右边的组织 对不对? OK 当你了解了爱多美的产品 OK 你就会去跟很多人分享 对不对? 在你的组织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的 顾客群 对不对? OK 左边右边 你都去跟很多人分享 就有很多顾客群 这些顾客群的话呢 在爱多美我们有 两个时段 两个 3个 OK 第一个3个呢 是1号到 15号 第二个3个呢 是16号到 end of the month 要成为销售大师呢 就是在这两个时段 的其中一个时段 你左边 有累积 250万pb 六边有累积 250万pb OK 这样你就可以做到销售大师 250万 不是你一个人做啦 是你的不管一百代 一千代 一万代 全部加起来 都算 好不好? 这样明白什么叫销售大师 slide可以放下一个 OK 250万就可以成为销售大师 这个就是他的条件 OK 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呢? 自动的意思就是 1号到15号 有250万 250万 16号到月尾 又有250万 250万 这样你就是一个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好吧 这样要成为自动型的销售大师呢 他最重要必须要找到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人 他必须符合这四个条件 这样子的人 我们叫他做自动型的消费者 因为自动的意思代表 他自己会来 自己会来 买 对吗? OK 所以自己为什么自己会来买 这样我们就要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顾客都会自己来买东西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爱多美的产品理念 爱多美的理念是什么? 绝对高品质 绝对低价格 所以呢每次我都在跟很多人 mention 这个东西 爱多美的特点最主要是这个 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 我们去明白一下为什么顾客会 repeat 消费 在爱多美我们的一套六件组卖多少钱? 339块对不对? 老板把这个六件组做得这么好 在韩国排名销量第一 你觉得这套美容产品 他值多少钱? 会不会超过2000马币? 会对不对? 这样老板可以不可以卖2000块? 如果老板卖2000块 代表我们左边卖10套 右边卖10套 我们就可以做销售了 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一套2000块的六件组 你卖得出去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ok 这样2000块很难卖 给我我就不大会卖 ok 这样第二个问题是 不要讲2000块 这样老板他也可以把339的美容产品卖到1000块 1000块是比较容易卖的 但是我想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 1000块的美容产品 请问你会一直一直的repeat sales吗? 你会吗? 很难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老板要把我们的价格尽可能的压到最低 压到339? 因为压到339 当你用完了 你需要考虑要买还是不要买吗? 不需要考虑直接买多两罐就对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爱多美会吸引到这么多忠实的爱用者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老板尽可能把我们的价格压到最低 让你的顾客毫不犹豫就可以重复消费 给老板一个掌声 好不好? 所以在爱多美呢 我们要成为要创造自动型的消费者 首先我们要创造第一个就是忠实的爱用者 当你要创造忠实的爱用者 我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你是不是忠实的爱用者? 谁讲自己是忠实爱用者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谢谢各位 这样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爱用到什么程度? 你 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爱用? 我跟大家讲我是怎样爱用? 如果今天来到Bio Lagoon 如果我没有带爱多美的牙膏牙刷 我是没有刷牙的咯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牙膏牙刷我刷不下去 如果没有爱多美的宣布 我是没有洗头的咯 但是很多人讲你需要洗头咩? 我还是要洗头的 所以你爱用的意思就是 你什么东西呢? 当你要用的时候 你会想到爱多美有没有? 最喜欢的就是用爱多美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开始去用爱多美的产品 在爱多美我们有多少种产品啊? 在韩国的网站上面 我们有超过三百多种的产品 当然在马来西亚目前 有多少种? 七十多种 对不对? 你们 有用了多少种啊? 有用超过二十种的举手 我看一下 恭喜你 你有机会成功 如果你还没有用超过二十种的话 请赶快去用 我跟大家讲 一开始我只用什么? 我只用牙膏牙刷 因为那时没有什么钱了 后来开始用另外一个产品 叫做玫瑰喷雾 因为要开发市场 后来又用精油铁布 美容产品是我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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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洗脸 OK? 因为我从还没有做爱多美之前 从来没有洗过脸 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年轻 我的皮肤应该是很好 OK? 但是的话呢 那时候我也不年轻 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八岁了 OK? 现在看到我二十一岁了 二十多岁了 所以我觉得 爱多美 那个时候 我开始要做的时候 我开始去用爱多美的美容产品 所以今天我可以讲爱多美 基本上大部分马来西产品 我全部都有 OK? 如果你有跟我一起去去分享过 你可以在我bag里面找到精油铁布 找到hand cream 还可以找到一个我没有用到的产品 叫做口红 为什么我会戴口红? 因为我觉得口红随便拿出来表演一下 就可以close了 对吗? 所以等一下表演给你看 OK? 好 所以忠实的爱用者非常重要 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带给大家 爱多美是一门生意 到底它是一门怎样的生意 它是可以让你每个月赚一万块马币的生意 而且是被动式收入 被动式收入 被动式收入就代表每个月来 在爱多美的话 如果一个月赚一万 一年可以赚多少? 十二万 但是两万不要算 算十万 在爱多美我们可以赚多久啊? 爱多美可以传承三代 一代有没有超过三十年? 三代会不会超过一百年? 当然我们公司老板 现在最主要的经营方向就是要怎样 让爱多美可以持续经营一百年 所以我讲在爱多美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成为自动行销售大师 我们可以拿一百年 每个月每年拿十万 所以代表爱多美可以帮我们创造 这个叫一千万 有什么生意你用一年半载的时间努力过后 它可以跟你创造一千万留给你的子孙 有这样子的生意吗? 只有爱多美啦 这样我想讲 既然它是一个生意 我们已经看到了 它是一个这么大的生意 这样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要有老顾客 对不对? 一个生意很好 是不是老顾客比较多 还是新顾客比较多? 请问 老顾客 因为老顾客来吃Bakute 又带朋友来吃Bakute 对不对? 所以生意就越来越好 这样今天你在爱多美 你是有没有很多 忠实爱用的老顾客?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问自己 因为如果今天 没有忠实爱用的老顾客 代表什么? 代表每个月 你必须要重复开发市场 你有这样多时间每个月开发吗? 没有 照顾老顾客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个老顾客 可以帮你宣传很多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point 带给大家 重视爱用者 第二个的话 他必须要自己会购买产品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谁现在买产品 是跟上线讲 上线你可以帮我买一个洗头水 加一个洗地水 没有洗地水 加一个洗菜的 再加一个conditioner 有谁是打电话给上线做order的? 有谁是自己买的? 恭喜你们 如果今天你是打电话 叫你上线做order的话 请问你下线会怎样? 你下线也是一样打电话叫你做order 对不对? 这个行业是复制的 所以今天我们 如果要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 我们一定要学会自己购买产品 如果你都不会 你下线怎么可能会? 如果你不会 你下线会 上线 请问怎样上网买东西? 这个有点难 我叫我上线跟你讲一下 你上线几时有空 他很忙 应该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我再找他 你请问他还要买吗? 他不要买 在等这样久 对不对? 如果你会买的话 这就不同了 上线请问怎样上网买东西? 哎哟很容易的啦 我叫你load一个app就可以了 对吗? 所以的话你会 你的下线就很快会 所以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学会 赶快等下结束过后 就学一下怎样上网买东西 好不好? 第三 你要会自己 做什么? 注册 会员 有谁注册会员是这样 那上线 这个人的IC 名字电话地址给你 你帮我注册一下 有谁是这样啊? 不好意思举手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还是这样子的话 我跟你讲 一样的道理 你的下线注册也是会找你 OK? 但是你组织发展的速度就很慢 因为每个人要注册 都要找你 如果今天全部在场的人都不会注册 但是你们要注册都要找我的话 这样我会不会晕倒? 晕倒啊 你组织越大 你就越做不大 OK? 所以你要组织做得越大越稳越快 你就要自己学会怎样? 注册会员 注册会员 那我们的Mobile Apps也是可以注册会员 大家知道吗? 知道喔 所以的话赶快学上来 这是一门生意 是你自己的生意 如果你要每个月赚一万被动式收入 赶快学起来这个功夫 OK? 再来第四个就是什么? 要自己会分享 爱多美之所以可以做得这么好 它的本质就在于分享产品 所以要会分享的话呢 你必须要先有感觉 所以的话呢 又回到第一个重点 你是不是一个忠实的爱用者 如果今天你不是一个忠实的爱用者 请问你分享得出感觉吗? 分享不出感觉喔 所以我要讲的是 但是分享呢 它最主要就是 你自己的亲身体验 我记得我去看 过去老板分享的VOD的时候 很多领袖分享 其实在爱多美呢 一开始 爱多美在韩国的时候 只有两个产品 那时候呢 老板是没有做产品训练的 是没有跟他讲 这个产品是什么用途 什么function 什么成分 没有的喔 那时候老板只教他们讲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 东西很好 你试一下 但是当初这些讲东西很好 你试一下的Auntie Uncle 今天全部都是年收入过百万 这样为什么可以讲东西很好 你试一下就可以做到这么好 因为爱多美呢 就是真的东西很好 你试一下 但是重点是你要先fuel到啦 所以的话今天我跟大家讲 你fuel的产品越多 你讲的就越多 很像我这样 很多人看到 Jedick 你的脸最近越来越好 有没有越来越好 不然等下我讲 我自己讲那也可以喔 你们讲的嘛 所以为什么脸越来越好 因为我有用 Absolute 因为我出门之前有擦 防晒 有擦globe 有擦bb green 这样你要知道bb green 防晒怎样用 你要脸跟我一样好的话 我教你喔 所以我一教完了 防晒bb cream glow base一起close 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我会close的到 因为我有用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鼓励大家 今天你还没有用到很多产品 赶快用一下 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喔 最近我在跟一些伙伴聊天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 我就问他 爱多美的glow base有用过吗 没有 我讲这么没有咧 爱多美不是卖牙膏 爱多美是卖牙膏牙刷罢了的吗 爱多美是卖牙膏牙刷罢了的吗 不是 但是为什么他只觉得爱多美卖牙膏牙刷 代表很多人没有做工 没有做follow up 你的下线根本不知道爱多美有卖卷布 有卖conditioner 有卖防晒 对吗 所以的话 今天 我们要去跟我们的会员分享 爱多美还有很多这么好 这么棒的产品 OK 当你的顾客呢 他满足这四个条件 他就是自动型的消费者 OK 爱多美呢 我们要成为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大概要有多少个自动型的消费者 OK 大概啦 该那个图怀记得吗 从你开始 左边有一群人 右边有一群人 这一群 左边大概要有50个家庭 右边要有50个家庭 这样你就可以做到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OK 这些50个家庭你要做的工作就是让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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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爱爱多美的产品 OK 就是什么东西要买 爱多美有吗 有就买 然后到一个阶段是自动型 就是你不用跟他讲爱多美有什么 只要爱多美网站一出什么他家里自动会有什么 OK 这样子就是自动型的消费者 这样爱多美要成为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你要有50个50个 这样我们大概要用多久的时间 这个是被损个人的 我举一个例子 一年有12个月 对不对 如果你拿50除以12个月 代表一个月大概要至少找5个family 5个family 对吗 5个family 5个family 你就可以有 一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有60个 60个 只要你照顾好好他们 你就可以成为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OK 这样我们看下一个 我要讲的是 怎样让自己可以成为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我觉得除了你知道什么叫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知道什么叫做自动型的销售大师以外 你还要具备这几个条件 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从没有到做到 因为爱多美最难的是什么 就是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 只要你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过后 之后什么都不难 对爱多美跟对自己的确信 谁相信自己可以在爱多美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 每个月赚1万块的举手 我看一下 相信的请跟旁边的人讲 我相信我可以做到自动型销售大师 如果这句话你讲也不敢讲的话 这样我帮不到你 OK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相信你自己可以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 你要相信爱多美真的可以帮你 协助你提供一个平台给你 让你创造成为每个月月收入1万块以上的人 OK 所以 因为爱多美不需要任何条件 你看我就好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人脉的人 但是在爱多美借助这个平台 借用别人的人脉 我也是可以在这边发展 所以爱多美 你看我们成功的例子你就知道 不管你是什么条件什么背景 只要你要你都可以做到 OK 第一个要相信 第二个的话呢 要有明确的目标跟梦想 因为我们的社讯第二句话叫做 经营梦想 create a vision OK 我想讲的是2018年 昨天晚上 有没有设下你们今年的目标跟梦想 如果你没有设下目标跟梦想 今天这两天一月你来是白来的 最重要就是生涯规划 如果你没有规划 这2018年你就是一艘漂流的船 在2018年就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来飘去 结果你又回到原地 如果你还不是自动行销售大师的话 我们来设下一个目标 可能你今天是第一天开始加入爱多美 开始要经营爱多美 OK 好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来看 一年的时间 请问打工一年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你们都不是打工的 打工一年有什么 花红对不对 打工一年有花红 打工一年可能老板给你加薪 一点点 对吗 对 但是你不可能从三千块的收入跳到一万块 有可能吗 不可能 但是在爱多美的话 我们讲同样用一年的时间 一个月你就找五十 六十个 六十个 一年过后你可以成为自动行销售大师 每个月赚七千到十五千 这样子会难吗 请问 你们是有回答我吗 没有听到 会不会难 不会 做得到吗 做得到 所以爱多美 为什么很多人很奇怪 我打工我打了一年过后 我还是赚三千四千 但是为什么爱多美 我这样慢慢做慢慢做 一年过后我可以赚一万 因为两个行业是不同的 因为一年过后 你打工还是一天花八个小时 再赚那个钱 但是一年过后 你在爱多美 你有一百二十个消费者 在你的背后支持你 OK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被争跟没有被争的差别 所以在爱多美 如果我们要成为自动行销售大师 设下这个目标 用一年的时间 OK 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行动计划 就是一个月要找五个人 五个人 让他成为爱用者 OK 所以意思是讲 你一个月要找十个 family 请问十个人 是不是我们讲十个十个全部要 是吗 不是啊 所以在这个行业有一个法则 叫三分之一法则 所以你要有十个人 你要讲多少个人 三十个人 OK 所以就是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一个月有多少天 三十天 所以代表一天要讲多少个人 一天跟一个人分享爱多美 请问会难吗 太容易了 对不对 如果一天跟一个人讲都做不到的话 这样你不要告诉我 你要做自动行销售大师 你只是讲爽罢了 自动销售大师 自动销售大师就有了 OK 所以的话 这个行动计划帮大家定下来了 一天跟一个人分享 我讲的只是分享罢了 我没有讲要close OK 你只是讲罢了 所以我觉得成功者 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会把目标写下来 把它变成行动的计划 再把行动计划变成可以执行 可以做到的一个明确的东西 一天跟一个人讲简单吗 明确吗 这样要不要做只是看你罢了 所以你要把一天跟一个人讲 变成一个什么叫做习惯 当你习惯一天跟一个人讲的时候 你没有跟人家讲你会不会不习惯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可以比较快做到比较好的成绩 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每天要跟人家讲爱多美 如果我今天没有跟人家讲爱多美 我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讲我除了睡觉都是做爱多美 就是我就是一直讲讲讲讲讲 你跟我讲爱多美我就很开心 我就越讲越兴奋 我就越讲越觉得我的目标要达成了 我已经把它变成一个习惯了 所以当你在跟我讲爱多美的时候 在你在听我讲爱多美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啊 不会 因为我在做习惯的事情 所以当你开始习惯每天跟一个人分享爱多美 我跟你讲你的朋友也不会觉得压力的 因为就像你每天做到很平凡的事情啊 所以就是因为你还没有习惯 所以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卡住 爱多美我要跟你讲 它是可以赚一千万的一个生意 但是如果你会像我刚才这样子简单的分享的话 其实很多人他都可以看得明白爱多美 所以我跟大家讲 行动计划变成习惯 谁可以做到一天跟一个人分享 坚持一年的 举手 哇 在这边明年全部自动性销售 自动性销售 OK 所以的话呢 所以明确的目标 明确的梦想 然后再来就是要下定决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你是讲爽还是讲认真 如果你只是想要的话 做到还是做不到 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一定要的话 请问是不是一定会做到 很多人不是很明白 什么叫做想要跟一定要的差别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他讲要成为自动性销售大师 你问他 这样我们每个月有成功学院 每个礼拜中心有活动 你可以不可以每个礼拜带朋友来 每个月带一些朋友过来参与 如果他跟你讲 他要成为自动性销售大师 但是你叫他来开会 他跟你讲 不要啦 请问这种人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你问他 要不要成为自动性销售大师 他讲要 但是你问他 可不可以一天跟一个人分享 他讲 很累咧 请问这种人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一定要的差别在哪里 今天我想问大家 如果今天我现在叫你上来 台上跳舞给大家看 请问 谁觉得你不敢上来 或是你不会跳舞 不可以的啦 举手我看一下 你们都敢啊 真的我讲真的 如果今天现在叫你上来 台上跳舞 你觉得你不敢不会 怕的话 举手我看一下 不要害羞 如果没有举手 等一下我就叫你上来跳 哈哈哈哈 OK好放下来 但是 你没有上 你说之所以没有上来 可能你是觉得你不敢 不会 或是你怕 对不对 但是 如果我现在把一把枪 放在你的头上 如果今天 你现在不要上来跳的话 我马上开枪 请问你会不会跳 为什么你突然间就会跳了 因为你一定要活下去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会做到 所以一天找一个人 很多人跟我讲 哎哟很累 这样你是不是要做小兽 自动行小兽先 如果你一定要 一天哪里只找一个啊 对吗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决心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没有下定决心要做到 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做到 你知道你在爱多美不成功就是奇迹 OK 所以下定决心很重要 你要问自己 你要付出多少 OK 然后再来的话 最后一个就是行动 行动的 行动是量大的基础 量大是自身的关键 爱多美做的这个生意 就是要量大 如果我们今天做爱多美 我们在开shopping mall 如果你的shopping mall 只有10个20个人 请问会不会赚钱 不会赚钱啊 如果你的shopping mall 有一千一万个人会不会赚钱 会 但是你几时要把它变成一千一万个人 从你现在开始 先找这60个family开始啦 OK 所以的话 行动就是要量大 如果你一天找一个人 跟一个月找一个人 他们的成就会不会有差别 肯定是会有差别的 所以的话今天我想跟大家讲 爱多美成为自动性销售大师 他不难 他的法则就是把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去创造出来 时间自己掌控 我刚才是讲一年 你可以不可以一个月找50个50个 可以吗 也是可以啊 你用三个月service好 三个月过后你就做自动性销售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只是看你几要罢了 OK 当然在爱多美我们除了跟你讲怎样做 我们还协助你一起做 所以在爱多美我们有成功的系统 成功的系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叫做教育中心 在爱多美全马有150一间的教育中心 意思是什么 代表有150一个人等着要support你 代表你在全马任何的一个大点 你都可以找到爱多美的center 爱多美的center是给你带朋友上去体验产品 去带朋友上去学习怎样用我们的产品 学习爱多美是怎样的一个事业 学习怎样去买东西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有weekly meeting OK 所以公司准备还好帮助你了 第二 一日研讨会 公司呢 在过去的一年 每个月都有办至少差不多五场的 这个一日研讨会 公司办一日研讨会 请问有没有收钱 没有收钱喔 公司办一场一日研讨会 在酒店租ballroom 要不要超过一万块啊 要 昨去年办了四十九场 算整数五十场 公司花了五百千 我们有出到一分钱吗 没有 这样为什么公司这样啥要花五百千 办一日研讨会啊 因为老板的理念是 customer success 顾客成功 如果今天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不会分享爱多美 我有没有机会成功 如果我不会讲的话 我没有没有这样好的上线 可以帮我的话 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成功 但是在爱多美 我不会讲不用紧 但是公司每个月办一日研讨会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人带过去罢了 对吗 有最好的讲师帮你讲 所以是不是可以帮到大家 是 第三就是成功学院 公司举办两天一夜成功学院 你来这边你可以学到怎样做生涯规划 你可以学到怎样做自动型销售大使 你还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 所以成功学院要不要来 要不要带人来 我跟大家讲今年公司已经准备好 除了这一场 接下来还有十一场 OK 你只要每一场有带人来 一年过后 你也是自动型销售大使 好不好 这个系统它已经证明成功 这个系统它在全球 爱多美目前开了的十一个国家都一样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今天如果你把爱多美的生意传到台湾 新加坡 中国 不是中国 日本 加拿大这些国家的话 请问你可以每个月这样飞飞飞飞飞吗 不可以啊 这样你的人在那边怎么成长 就是参与那边的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院 跟教育中心 对不对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爱多美的终极目标就是每天封顶 对不对 一天五千万五千万的对碰 一天五千万五千万的对碰 代表你一天要做一百万的销售 一百万的销售 成功的条件全部准备好了 剩下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谁 在于自己 所以今天2018年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课题 可以帮助到大家 在这一年里有更好的发展 也预祝各位在2018年都可以成为自动型的销售大使 好不好 谢谢各位